檳榔 檳榔渣吧 他會去吃人家檳榔 而且他就是外面晃什麼狗骨頭 就是雞骨頭那些他都不會去咬 可是他就是會去吃檳榔渣 就前世的事 檳榔渣 對啊 可是到底為什麼就是 他會特別喜歡吃檳榔 沒有 就是大家去遛狗 他都會去吃人家檳榔渣 跟舔那個檳榔籽 所以每次都要打他 就是我講 後來問一下我們同學好了 如果今天挑選這個寵物飼料的話 你們會這個 怎麼樣選這個寵物飼料呢 雷雷 我覺得防過敏耶 因為我們家是有點是貴賓狗 然後貴賓狗最容易的就是皮膚冰 所以就是我們會挑就是吃了 可以讓他防過敏的飼料 就會做他比較好這樣子 好 小瑋 我會選廠牌 就是如果 然後比較有公信力的那一種 比較大間的就感覺會比較健康 但是也要注意一下新聞 對 好 所以其實這點這個營養師 要不要給這個四祖們一些建議 他是不是針對他年齡層不同啊 需要的營養 就是特別啊 去到寶不計口 當心寵物先才走樣 早餐加晚餐 我就是一直放在那邊 然後沒有的時候就 哇 哇 沒有的時候就 對啊 他兩三個 大學生了沒 好 所以其實這點這個營養師 要不要給這個四祖們一些建議 他是不是針對他年齡層不同啊 需要的營養也會不一樣 動物在不同的年齡 他有不同的需要 所以他的營養設計會不一樣 那現在就是有非常多的主人 開始注意到 像剛剛雷雷說的 這個就非常熱門 就是說 他覺得他的狗狗有比較特別 他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覺得他狗比較容易過敏 或有的人會覺得他的狗狗 特別需要毛色血量啊 或者是要容易消化 所以現在的確有很多的食物 會針對主人的需求來做開發 那另外大家很多都提到 就是大廠牌的食物 或者是醫生的推薦 這其實對所有的寵物主人來說 會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一個選擇的方式 那我們今天也有幾位同學 來公開他們的寵物呢 平常到底都吃些什麼了 到底寵物怎麼吃 吃得正確嗎 今天請三位大學生公開自己寵物一天的飲食紀錄 再由醫師診斷適當與否 搞不好同學們都做錯囉 小綿羊 我的貓就是每天早上 牠會叫我起床 然後就會吃一瓢貓飼料 是 對一瓢的那個量大概是 我們去外面吃那個 棉洗湯匙 白色那種一瓢而已 對 這是受醫師建議我的 就說一瓢這樣就夠了 然後午餐的話也是 就等我睡醒 差不多一兩點的時候 牠就會再吃一瓢 再吃一瓢 因為牠還算是幼貓 所以就是可以多一點 然後下午茶時間就 我會給牠那個起司 起司 起司 一瓢 然後貓炒定 就差不多四顆 然後貓餡餅 差不多15到20 貓餡餅 對 就是有一種是結牙的 然後有一種是 裡面有優格 然後是可以幫助消化 結果我會輪流給牠吃 很爆料 對 過著巨星般的生活 真的 對啊 貓餡餅 然後晚餐也是再吃一瓢 也是乾的飼料 宵夜也是 就是牠一天吃四瓢的貓飼料 對 然後還有其他就是 有那種小麥草 貓咪的小麥草 就種一盆 然後就隨便牠吃 對 還有那個跟牠晚的時候 會給牠那個木天料 就是一種那個 牠喜歡的味道 然後就是 牠差不多就吃這樣子 差不多吃這樣 對 誠意養師 麻煩鑑定一下 是 就是小麥羊給牠的貓咪吃了 因為牠剛有提到一點很重要的是 可能會跟比較多貓主人的餵食方式 比較不一樣 因為牠的貓咪是幼貓 所以牠有注意到說 一天可能最少要吃三到四次 不然大部分比較多主人會選擇 給貓咪的餵食方式就是認識 就是牠隨時都倒著一盆滿滿的 讓貓咪去吃 然後另外一點 牠提到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很多貓主人會給貓咪吃零食 牠剛剛不論提到起司條 或者是餡餅 這些東西 就是我其實通常都會提醒 所有的寵物主人 就是零食上我們要注意這個量 就是說 因為十幾顆 十幾顆貓那個什麼餡餅 跟牠的乾飼料一瓢 應該已經差不多多了 所以量感覺上是稍微多一點 我會建議你要稍微減量 要再減一點啦 好 接下來是圓圓 要來公布一下妳狗狗吃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家兩隻狗狗 牠們一起吃的東西 可是我沒有分開餵 因為牠們兩個就是 一起吃 對 喜歡一起吃 那我通常都是早上起來 就那個一整碗 就是泡麵碗一碗的乾飼料 哪一種泡 還有兩粒生命膠囊 生命膠囊 那是什麼東西啊 那個生命膠囊就是因為 就是Chubby牠之前皮膚不好啊 然後就吃那種可以顧皮膚的 這個對嗎 是一種 Omega脂肪酸 就是幫助皮膚 對皮膚病的抵抗 就是現在的研究就是說 在飲食當中加入一些Omega脂肪酸 可以讓狗狗的皮膚毛色更漂亮 而且對皮膚病抵抗力更好 不過呢 因為現在有的乾飼料裡面 已經有加了 也不要過量 過量還是會排掉啦 對不對 可是因為它上面寫報嘛 我就覺得很好用 然後像它有時候點心啊 那這樣的話就是早餐加晚餐 我就是一直放在那邊 然後沒有的時候就補 哇 沒有的時候就補 對啊 對 然後像如果有的時候我要出去 然後它一整天在家 我就覺得它很可能 我就會買一些 就是這個是狗狗用的那種豬耳朵 豬耳朵用的 然後這個是那個雞肉條 可是這雞肉條很香 就像人的肉乾一樣 人的肉乾 人的肉乾 然後我就會把它藏在 就是很多不同的地方 讓他們去找 你那個真的是無限量供應 這樣會不會不太好啊 陳小姐你覺得 對啊 是 就是這種Buffet的方式是 對其實尤其是沒有大量運動的狗狗來說 我們是非常不建議的一個方式 因為就是我們大概自己也很類似 就是說如果你隨時打開冰箱 都有很多東西吃 你只要想吃你就會去吃 而不是說你需要 或者是你的能量需求 會過量 對 還滿容易會發生這種情況 是的 而且我們也稍微換算了一下 就是今天我們這個狗狗吃的東西 相當於一天裡面吃四五個國民便當 換算成人類的食物就是這麼多 這樣很多耶 問一下醫生 請問狗會有糖尿病嗎 會啊 當然會 對啊 尤其成年型的糖尿病都是因為肥胖造成的 吃太好了 好可憐 好的 好 可能要有所改變了 那接下來是 小新 來 要來公布一下 我要公布我們家 主傳的羊狗秘方那樣子 主傳 我一直覺得我們一起床不是要刷牙嗎 我就先給他一個綠色的結牙骨 讓他有刷牙的感覺 然後早上吃得比較清淡 下午才是重頭戲 那香腸是我媽媽拿手好菜 還有香菇雞 那兩個我媽媽會煮其中一個 那如果是香腸我就把它切片給它吃 就是一條 如果是那個香菇雞 就是給它吃的 吸一腿的大概三分之二這樣子 還有一塊賣脆雞 那是我媽媽如果剛好那天沒有煮 或去打牌的時候 我就會叫麥當勞歡樂送 像我前天我媽就沒煮 我就叫來賣脆雞 而且是要連皮給它吃 太油了 太油了 對啊 因為我覺得狗狗陪伴我們時間 人家不是說 就是狗狗用牠一輩子來陪你 那你能給牠什麼 我聽到這個我就 因為你要給牠健康 對啊 過不久 因為我就想說讓牠吃得比較豐富 然後 賣脆雞真的太油了 真的嗎 那因為我下午以後就是 就想說讓牠吃Buffet的 就是希爾斯的吃到飽 因為 因為我自己在減肥 然後吃不飽的感覺很痛苦 尤其半夜想吃東西 沒有東西吃真的是 人間裡大煎熬 所以我就是用一個很像臉盆這樣 放滿滿的 讓牠隨時頭可以埋進去 太狗了 太狗了 我要跟妳一樣 對 而且我非常均衡 我不會說只吃飼料或東西 我會讓牠吃水果 牠特別愛水果跟泥模這樣子 泥模 你家的狗吃的東西 阿肯給牠看一下 如果換算成人吃的 會有多少 換成人吃的東西 到底有多少呢 一天 一天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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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換算成一個成人吃的 就會幾碗 十碗白飯 然後有六根熱狗 五根 好噁心喔 五根 妳看到 妳多看到一根是怎麼回事 在哪裡 在哪裡 小姐 好 然後五根